你可以非常方便的使用你的手机 随时随地去做好看的设计 像是YouTube影片的缩图 Ig贴文等等 这些设计都可以用你的手机来完成 今天这期影片是Kamon App的完整性头教学 现在Kamon App拥有电脑段的所有功能 只是你从来没有使用过Kamon App 在看完这期影片之后 你就能够学会如何用手机开始做好看的设计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来我朋友 我是 Grayson 如果想通过YouTube频道 在网上打造自己个人品牌 欢迎对我频道 是完全免费的 这里下描述完也有很多经济率频道使用工具 如果你手机里面还没有Kamon App 你首先需要去下载一个 你可以在App Store里面搜索Kamon 就能够找到 在你下载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Kamon App 如果你还没有登录过 你首先需要登录 这里就是Kamon的登录页面 你可以使用Apple账户登录 或者是使用Google账户登录 或者是使用Facebook账户登录 在你登录完之后 你就来到Kamon App的首页 首先最上面就是Kamon的搜索栏 你可以搜索这些具体的信息 具体的模板都是可以搜索到的 然后在搜索栏底下 就有另外一个模块 这里我为你推荐一些模板 然后你可以选择一些社交媒体的模板 一些简单的模板 影片的模板 然后你可以网右滑 可以找到更多 然后底下就是你可能会想要尝试 因为这手机的短Kamon 所以它会推荐一些比较热门的模板 像是Instagram天文的模板 然后你的故事的模板 海报的模板 照片拼贴的模板 还有手机周面的背景图 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非常多的模板 底下有三个选项 像我们再选项就是在首页 然后我们点击中间这个选项设计 这里面就会显示你之前所有的设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上角一个放大镜 这个放大镜就能让你输入一些观念词 去寻找到你具体的设计 然后在最右边有个三个点的标志 这个选项就能够让你修改检视的方式 你可以选择网格检视方式 或者是清单检视方式 例如现在我选择的是网格检视方式 我可以修改成清单检视方式 像我选择设计就显示成了清单检视方式 然后最后边就是选单选项 这里面就会有不同的选项 例如与你分享 你所有的资料夹 垃圾桶 还有你的团队 你可以邀请成员 这里下就是工具栏 有品牌工具组 还有内容规划表 这两个功能都是需要Canva Pro才能够使用 如果想要专业设计有两种方法 首先第一种方法就是 使用首页里面的模板 例如这里有个你可能会想尝试 这里面就会有一些模板 你可以往右滑 找到更多的模板 或者你可以来到这里下 例如Instagram贴文的模板 你可以选择查看全部 这里面就会显示很多的模板 你可以使用它空白的模板 或是使用它现实的模板进行修改 例如点击一个现实的模板 这里面就可以修改里面的元素 例如我可以修改文字 我可以双击 输入我想要的文字 然后你可以修改背景的颜色 我选择背景 然后点击颜色 修改其他颜色 这样能够让你非常快速地 制作出一个Instagram贴文 这样我们选择左上角房子的标志 这样我们就能够回到首页 现在就告诉大家第二种方法 去创建设计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加号 我们点击这个加号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建议 这里面就会推荐给你一些常用的尺寸 像是现实动态尺寸 IG推文的尺寸 这些都是有的 这里可以让你制定尺寸 你可以输入你的宽度还有高度 这里可以修改单位 你可以修改成英寸 公里还有公分 如果这里下推荐尺寸里面 没有你想要的尺寸 你可以到最上面的搜索栏里面搜索 例如想搜索YouTube缩图的尺寸 这里我就可以找到 YouTube影片缩图的尺寸 1280x780像素 当我选择YouTube影片缩图的尺寸之后 这里面就会推荐给各位一些 YouTube影片缩图的模板 像是有音乐影片缩图的模板 美食影片缩图的模板 美妆影片缩图的模板 还有教学课程影片缩图的模板 如果你想要快速制作 你可以选择这里面的模板 但是今天我想重力开始制作 所以我使用的是空白的模板 我可以把这选项拉下去 这里我先来首先介绍一下设计面板 在设计面板最顶端会有一些按键 首先最左边就是首页的按键 你点击这个按键就可以回到首页 然后会有左键头右键头 就是回到上一步 还有往前一步 然后这三个点的标志就是 你可以修改你文件的名称 你可以修改下浏览方式 你可以显示编剧还有出血线 还有一些储存的设定 你还可以分享调整尺寸 我们再点击下一个选项 这个选项就能够让你修改尺寸 也可以让你调整尺寸 你可以搜索尺寸 接下来就下载选项 你可以下载你的设计 最后一个就是上传选项 你可以另存为 你可以分享链接 分享到电子邮件等等 还可以分享到你其他社交媒体账号 然后我可以看到左下角一个加号 这里面就会让你添加各种元素 首先最上面就是搜索栏 你可以搜索你想要的元素 然后底下就会有 最近你使用的项目 然后是线条形状 我们可以选择查看全部 这里面就会有更多的线条形状 可以选择 然后右上角一个过滤器 你可以塞写原色 你可以选择方向 还有选择动画 你可以选择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 你可以选择是免费版本 还是专业版本 底下就是图像 照片 还有影片 音频等等 有非常多的元素给你选择 在元素右边 就会有相机交据的选项 这会显示你最近的项目 在右边有个上传 就是你已经上传了媒体 相机上传的图片 影像等等 然后你可以选择照片 这边就可以让你找到很多照片 接下来就是文字 你可以添加文字 或者是有一些字型的搭配 可以让你快速搭配住字型 然后就是样式 这里面会提供给你一些颜色的搭配 接下来就是音频 这里面会提供一些音乐功能选择 你可以在最上面的搜索栏里面搜索一些音频 再来就是影片 这里面有提供一些影片 让你运用到你设计里面 调好你也可以在搜索栏里面搜索相关的影片 还有就是背景 如果想要找到一些背景 这里面就会有非常多的背景功能选择 最后一个选项就是更多 这里面会有一些应用程式还有整合 现在我就开始设计我的说图 首先我需要加入一下我背景的颜色 我点击我的背景 然后选择颜色 然后选择这个颜色 然后需要加入我的人像 我点击左下角加号 这里选上传 这里面上传媒体 从我的照片库里面添加 像我就上传了一张我的照片 我点击一下添加这样的照片 像我就把这样的照片添加到我画布里面 然后需要再做一个操作 就去除掉我照片的背景 我选择这里有个效果 这里面就会有背景移除工具 像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我照片的背景就被去除掉了 这里要提醒大家 CAMERA这个去除照片背景的功能 需要你深入到CAMERA PRO才能够使用 如果想体验一下这个功能 可以使用我评论区的链接 就每个人使用30点CAMERA PRO这个功能 然后需要调整我人像的位置还有大小 我可以适当调整一下我人像的颜色 例如我可以调整一下亮度 调整一下对比度 还有饱和度 像我可以输入文字 我点击这个加号 然后选择文字 这里可以选择新增标题 我可以输入我的文字 然后需要更改它的字型 我选择这个字型 之后我调整它的大小 你可以用两个手指 往外 把这个画面拉大 这样你就能够更精确的调整元素的大小 我可以点击右下角这个点 这样这个元素就会拉大 然后可以挪动它的位置 然后我需要再复制这个文字 我点击这个文字 然后选择复制 像我需要输入文本 我双击 然后需要调整这个字型 我选择字型 像我文字就完成了 我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位置 然后我可以再添加一个元素 就是Cama的标志 我还是点击这个加号 在这里选择元素 然后这里搜索Cama logo 这里面就找到一个Cama logo 然后调整它的位置和大小 像我可以再给我的人像 加入个阴影 增加我的缩图丰富程度 我选择我的人像 点击这个效果 选择阴影 选择光运 然后再点击一下 然后可以修改我阴影的大小 我把阴影调大 然后把透明度调小 再增加它的模糊化 像我人像就多了一层阴影 当你设计完之后 你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下载 相信这影片能够让你了解 Cama App的各种功能 能够让你开始用Cama App 来做做好看的设计 如果还想了解 更多关于Cama使用技巧 还有功能 可以看我这些影片 如果你觉得这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我们点赞 如果还想了解 更多关于Cama内容 欢迎对我们频道 如果想要和我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我IG 这里下描述 也有很多精英对片套使用工具 那么下载见 拜拜